大胆 没答应 在贵妃和本宫面前 不得无礼犯伤 贤妃娘娘别痴心 岁月怎守得博待了您 凭借说的是谁 那人心里自然清楚 主儿 双戏你还愣着干吗 上去给本宫伤她的嘴 主儿 贵妃娘娘 白氏刚封答应不懂规矩 若现在即刻责罚 要是皇上知道了 怕是会有不悦之意 她是皇上清风的答应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云你之别 何况她敢冒分本宫 双戏还愣着干吗 打啊 静儿 前贵妃息怒 贵妃 你也是褒衣出身 伺候皇上得了台妻之荣 你贫妾又有什么两样 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 双戏 打呀 静儿 你打了 贵妃娘娘 算了吧 皇后娘娘驾到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本宫去协方殿探室 才走到这儿 就听到你们喧哗吵 毫无体统 这里是宫中御员 不是你们自驾的刑场 皇后娘娘息怒 娘娘有所不知 没答应 出言狂妄 她不仅讥辞臣妾是褒衣出身 还说 还说臣妾人老珠黄 皇后娘娘明鉴 臣妾是说过贵妃娘娘出身褒衣 但正因为她出身褒衣 才会有今天的柔虫 这话并没有错啊 臣妾并没有说过人老珠黄 这四个字 臣妾只是感叹岁月匆匆罢了 皇后娘娘若是不信 大可以问一问贤妃 你们都先起来吧 贤妃 你来说 梅大印是出言不逊 但是人老珠黄四个字 确实没有说过 虽然没有说过这四个字 但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意思 言语误解也是有的 没答应不知理 贵妃替本宫约束嫔妃也是应该的 既然嘴也长了 都罢了吧 是 皇后娘娘 臣妾的确言语有过 但是贵妃气急败坏 便叫人长嘴 臣妾心事皇上不久 便损伤了容颜 若皇上问起 臣妾 不敢不答呀 两相争执 就是彼此间都有错 贵妃出手是重了一些 但是你言语犯上 何该受罚 你若是再生事 本宫也不会宽幼 贵妃 这件事情你未曾参与 就由你送梅答应回去 你也好好劝解她几句 是 臣妾告退 梅答应未曾行礼就离开 不合理数 怎么了 伤到手了 没事 奴婢无碍 苏炼姑姑 我不是故意的 皇后娘娘 臣妾告退 娘娘宽厚 可这小婢子出身低贱 轻狂骄纵 咱们要不好好管教她 那日非仗着皇上的恩宠 飞上天了 打也打了 雪地也跪了 你还想怎么样 真的打破了脸 跪伤了膝盖 皇上要是真问这下来 你怎么回话 臣妾就实话实说呀 左右也是没答应 自己错在心 没答应确实有错 可不是本宫说你 皇上既然宠幸了她 又给了她名分 她和你就是姐妹 和慕相处 是嫔妃们干守的规矩 就算是真有什么 你也该忍下一时之气 等日昊十日久了 皇上冷下来了 你再缓缓教她也不迟 娘娘说得是 等皇上新鲜感一过 臣妾自然要教她 不过臣妾把她的脸 都打成那样了 皇上会不会怪罪臣妾呀 你呀 苏烈 你即刻去太医院 取一些消肿的药膏 替贵妃送给梅答应 也顺便把你的伤擦一下 是 主儿 您这是 看什么看 我不说 谁都不许问 苏云 快去帮我找点 去肿的药膏 是 主儿 您瞧 这红楼碳 答应你原是用不上的 这红楼碳 是 这红楼碳 这几个字我倒是都认识 放一块儿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以礼忠云 敬而微矣 殊胜而得 是要求女子和善谨慎以保仪德 那么贤妃娘娘 您觉得我配不配得上这四个字 皇上既然赐了这张匾给你 自然是配得上 旁人都觉得我不配 但配不配这都是我的 是 从我第一次侍寝到被封答应 一个个都乌眼鸡似地盯着我 哼 动不动就拿我的出身来笑话 恨不能生吞了我 您笑什么 贤妃娘娘 出身乌拉那拉式 也是贤妃您的痛楚吧 我这一辈子 只由得命 由不得人 谁也别想笑话我 主 素炼姑姑来了 说是来送太医院的药的 让她进来吧 那本宫告辞了 贤妃娘娘请留步 贤妃娘娘 方才说话得罪了 烦请您替我看眼内药 别又是什么祸害东西 好 请贤妃娘娘安 请梅答应安 奴婢奉贵贵妃娘娘之命 特从太医院取了上好的去种膏药 给梅答应送来 贵妃好善心哪 刚打了我就送了药来 以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就完了吗 她这药我还真不敢用 真是贵妃娘娘的愧疚之意 梅答应不敢用 奴婢倒不好回话了 罢了 贤妃娘娘 替贫妃看一眼那药是否妥当 这确是太医院的去种药 本宫在前底的时候也用过的 梅答应还可以用冰敷 还可以用山药一人三七粉 这样也能活血化鱼 贤妃娘娘说得极是 梅答应 贵妃娘娘责罚您之后 心中也很是后悔 加之皇后娘娘训斥 所以吩咐奴婢送药来 以免皇上召见时 梅答应无法侍奉 梅答应放心 用上此药三日便可去种 三日 你敢保证 皇上这三日都不召见我 皇后娘娘的意思 若真有宣兆 也请梅答应不全大局 切勿动气喧嚷 若再有枝节 只怕今日的事 梅答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只要这张脸没事 这次的事情我罢休就是了 梅答应如此聪明时大体 一定会步步顺遂的 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 梅答应安心养着 本宫也告辞了 来 竹儿您慢点 这什么人在那儿鬼鬼祟祟的 竹儿好像是贤妃娘娘身边的三宝 贤妃身边的三宝 那怎么会来咱们宫 又从后门走出来 这奴下不知道 你快去查查 这 那奴下也这就去打听打听 给皇后娘娘请安 快起来吧 这下着雪你还过来 当心路上滑呀 给皇后娘娘请安 本该不分清玉淑寒 你伺候皇上多年 最是得利 皇上登基后 便封你为养心殿 副总管太监 只是这总管太监的位置 一直空缺 奴才一心只想着 侍奉好主子 别的已无所求 你来可有何事 回皇后娘娘 皇上吩咐了 说今儿个请皇后娘娘 去养心殿一起用晚膳 请皇后娘娘预备着 好啊 你去回禀皇上 本宫会预备一些 皇上爱吃的小食 一起带过去 这 那奴才告退了 王公公 这是本宫赏你的 谢皇后娘娘赏 连心送王公公 是 你笑着真好看 你怎么了 苏练姐姐 那个王公公 每一次过来都毛手毛脚的 上次还让张义太 递了镯子给我 我才不要呢 真讨厌 一个没根的人 成天做这些没道理的想头 要不是皇后娘娘用得上他 谁搭理他呀 主儿 奴才咋听到了 奴才听湘云说 是三宝给海长再送的碳 送碳 什么碳 取暖的黑碳呢 这个海澜 咱们不就用了他点碳吗 居然让贤妃来接济他 好像让庞然觉得 咱们多磕待他似的 真是吃里扒味 湘云怎么不来回报呢 湘云以为是小事 所以就没跟您说 告诉湘云 以后大小事 都得事无巨细地来报 是 皇后娘娘说得是 这个海澜 还真是不得不妨 主 您别看书了 咱们这碳又快没了 这贵妃娘娘也太欺负人了 可可咱们那么多分力 姐姐要我多读点书 我得加紧 用点工 读书又不能当饭吃 主 您看 这算什么饭食 便是一个宫女吃的 还比这个好些 算了 能吃饱就行 主 您是皇上的常在 不是受苦的下人 吃得不好 哪有精神看书啊 主 您还是赶紧用膳吧 冷了更难吃 听你的 你这么念下去 我也看不了书 主 听说 听说这两日 贵妃身上有些不舒坦 您怎么也得去问个安 别让贵妃又挑眼了 要发落您 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啊 这才是贵妾认识的贵妃娘娘嘛 都像贵妾穿得这样寒酸 成什么样子啊 皇后娘娘奉行简朴 本宫自然是遵从的 可是这天实在是冷得受不住 回到宫里 还不能穿得自在些吗 是是是 来 贾国人这边坐 这儿暖和 好 娘娘的寒症可好些了 一到冬日里 本宫浑身都不爽快 你赤眉白眼王本宫暖隔离床 是什么道理啊 贵妾听说贵妃娘娘身体不适 她来请安的 你少在本宫面前晃悠就不错了 海常在 我也劝你一句 少惹自己的主位生气 少在外面吃里扒外的胡说八道 你的日子也能过得安生些 贵妾不敢 家贵人 我们着胆子小 平时饭菜又不足 哪有说话惹人生气 你先放肆 是 难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 海常在 你是在怪本宫磕待你吗 没有 贫妾只是自己胃口不好吃的少 贫妾知道 贵妃娘娘是顾惜贫妾的 吃得就好 滚远些 来 贫妾告退 贱人 就会装可怜 叶昕 在贵妃面前断不能这么说话 奴婢就是忍不得 贵妃自己背着皇后娘娘偷穿华服 扬奉阴违 却让您过得这么委屈 沉日里却探火不说 连顿好的也不给您吃 别说了 再忍忍开春就好了 你瞧她刚刚盯着本宫的衣着看 肯定又要出去胡说 旁人那儿他倒未必敢说 可贫妃那儿 贫妾就说不准了 本宫最恨他俩舍属一窝 你还不知道吧 贤妃就是怕她冻着 所以定期来给她送炭 像本宫磕待了海长载一样 这个海长载 心思也真是阴毒 偷您的炭火 害得您寒症发作 预体不适 这样谋害主位的人 不死也得挨顿打呀 打不是 家贵人真是好心思 嫔妾有什么心思呢 海长载她就是那样的人 那贵妃娘娘 就好好整顿自己宫里的人吧 嫔妾先告退了 还记得你 不到